十二月份讓小朋友最期待的 當然就是聖誕節啦 一大犀牛球星在求訓之餘 仍不忘投身公益 終止拳內大王高國輝 咖啡小子林瑋恩 和今年大爆發的張永翰 與罕症疾病基金會的病同們 提早慶祝聖誕節 不但共進午餐 跟一起製作薑餅屋玩交換禮物 不只小小球迷 就連球星們都度過了一個 不一樣的聖誕節 跟永翰哥哥一起做薑餅屋開不開 開機 好的 我覺得說小孩子要讓他打開視野 然後走出戶外 讓他這樣子身心裡會很健躁 喊病基金會當中 有不少中華職棒小球迷 好比說這位罹患先天疾病 封唐尿症的王聖玄小朋友 甚至親手製作耶誕卡片 要送給他最愛的國輝哥哥 太感人啦 看看小朋友們 親手製作的聖誕卡片多有心 球星在球季期間上場 拼佔 不打球的時候 多多參與公益活動 不但發揮職棒球員的社會影響力 更讓這開始變冷的十二月天 就如一股溫馨暖流 網絡訊問張建宏蔡新井 採訪報導 下次見 更評論 周圍 周圍